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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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偉豪,我代表男馬,祝大家身體健康 何少輝大家最渴望是甚麼呢? 當然就看看甚麼愛都會來香港 今年來香港的球隊就是來自 韓國的頂級競女蒲漢製鐵 他們有多厲害?等下小晚上跟你再介紹吧 不過等於飛馬好像 如臨大敵嚴鎮以待一樣 就不難估到對手有多厲害 球賽開始,首先由蒲漢製鐵開球 今天整個場都八至九度左右 不過韓國冬天已經零度以下 這些溫度在他們比賽來說相當習慣 不過較早前先踏一場 飛馬邀請隊明顯入局較快 一開始主要威脅得來自飛馬這一邊 而飛馬繼續貫徹兩翼側擊的打法 的確製造了不少麻煩給蒲漢製鐵的後防 不過作為鴨冠冠軍 蒲漢製鐵一來就被對手致命一擊 這球對方是輕每個飛馬聯 都是後防傳去中路 沒有人防守阿力山道 一頂網位球隊先開紀錄 這時只有七分鐘 入了一球後 蒲漢製鐵得勢不搖引 這時就是葉鴻輝大顯身手的好時機 不如趁這個時間介紹一下蒲漢製鐵 他們是上一屆亞冠軍得主 亞冠有多厲害呢? 講下,上年藍馬對科威特打到萬人 空行都只差一個亞協杯決賽 亞協杯在上一級就是牙冠杯 這樣比下去大家知道牙冠的吸數是多高 而蒲漢製鐵的攻勢也證明了 其實運氣也是球賽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不過相反這球就是技術的最佳體驗 伊達祖的競射佛球入幕 看真一點 力度、角度、勁度三人都無懈可擊 就算保方站在那裡也不能夠 追和之後飛馬放開手腳 反而和對方打成軍勢 這隊邀請到本地聯賽頭兩位的精英 的確有資本和對方放手一搏 之大30分鐘 蒲漢製鐵就結束了飛馬的美夢 這球邊路傳中阿力山道一頂入網 為球隊領先去到2比1 而領先的蒲漢製鐵 嘗試一陣進攻之後明顯收縮後場 看今後兩球失球和葉雄可以看得太大關係 相反因為他穩健的防守 隊友才可以放心壓上前場全力進攻 今場是飛馬邀請隊最後一場比賽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留力 全面發起圍攻 可惜多番高門未能夠製造入球 最終飛馬邀請隊以1比2釋敗對手蒲漢製鐵 不過蒲漢製鐵也不能這麼快輕鬆 因為下一場對手就是香港頂級競女傑智 用功能說定 再到達1比2釋敗對手 最初一位釋得似覺得肌瘡